零 我好朋友 大姐我先去看呀 行馬上就過來啊 把身招呼 哎你怎麼在這 跟你說啊嗯 別人給我介紹了一個對象我 是我相親的 哎別那麼大聲 好事我從來沒有相親過 今天還有點緊張 幸好碰到你了 待會你過來幫我參謀參謀啊 我 我來好嗎 哎呦沒事 而且我跟你說啊 這個人你還認識 哼我認識啊誰啊 一位玉樹林峰 英俊瀟灑而且還特別有才氣的男士 哎想不起來誰呢 我先賣個關子了 待會你見到就知道了 呃呃 最重要的是 我該怎麼辦 就是 你你媽咋喀 我west著 我 你可我 給我 你多吃嗎 你別把他吃飯 我一把他吃飯 我給我 你給我 好福氣 這一家一看就是有人畫的 就是你看姐姐講的能不能看 博物園菜單拿過來 快點快點 來來來快 來親家公啊 您那是這個知識分子文化多您來點 這邊是客氣點菜呢 確實 是一種文化 對對對 但是今天你們人東 我們少說不曾多數還是你們點嗎 叔叔你點話 哎哎親家公你千萬可不要太客氣了 不用怕花錢 對說點不怕花錢 哎就是啦親家公我跟你講啊想吃什麼點什麼點最貴的都沒有問題啊 那個啊服務員啊 哎服務員我跟你講啊 我點這裡啊是那個我們家上的火腿 還有這個薰鴨鹹魚 我告訴你啊 這個火腿呀一定得用清水煮啊 千萬不能蒸出來的不好吃 你你記住沒有啊 哎我說你怎麼這個樣子啊 你沒記住趕緊去記啊 好啦不要為難你這小姑娘了 待會讓我我去廚房盯著他們床 哎行行行 你接個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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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我上個洗手間啊 你們看著點看著點啊 哎好好好你去我們去 五分鐘五分鐘做完事了啊 然後馬上趕回去就這樣 哎小姐你好 你好請問三號卡座在哪 那位小姐坐的地方就是 謝謝啊 謝謝啊 謝謝 哎大眾啊 五分鐘趕不過去 這邊事有點急好吧 你幫我盯一下啊 然後我晚點過去就這樣掛了 哎小姐請問 這是給三號卡座送的嗎 是的先生 我知道 好 謝謝啊 不客氣 這位小姐 您的啤酒 謝謝 放一下吧 這位小姐 我想提醒您一下 您點的這種 比利時私釀食麥啤酒 厚勁很大 喝多了會上頭的 尤其是 如果您待會要會見 對您來說很重要的人 您可不能因為緊張 您可不能因為緊張 而用喝啤酒的方式來緩解 您可不能因為緊張 你怎麼覺得我要見重要的人 這個是 一起 簡約脆俗的套裝 脖子上戴著很低調 只有行家才能看得出價值部分的项鳴 又在下午时刻 点一杯高度啤酒 来缓解你等人时的紧张 这难道还不能证明 你等的人 对你来说有多重要 只是不知道 我等的这个人 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想 他一定是 能和你 如此不平凡的品位 和如此动人的美貌 相辉吗 美酒配家人 我叫雷达 我能请你喝一瓶 原来雷达的口才 也是如此动人 看来您 今天是有备而来了 面对如此佳人 我怎么能不准备呢 唐总 很高兴认识你 重新认识 这么风趣幽默 又有学识的你 我也很高兴 真没想到 这世界上 还会有这么巧的事情 我的相亲对象 竟然是你 而且 更让我觉得意外的是 像您这么优秀的人 竟然 还没有成家 像唐总那样 既美丽 又能干的优秀女人 竟然是单身 我倒一点都不觉得意外 为什么 因为你太优秀了 所以很多男人 都望而去 不过 我倒是不得不佩服 我妈的神通广大 居然找到你 头上来了 上一次见面 很遗憾 没来得及 留你的联系方式 没想到今天 我们又见面 看来缘分这种东西 真是妙不可言 童韦 来 许致 来 一起坐 都是熟人了 我就不多介绍了 坐呀 亲爱的 他就是 你说的 要见的那个人 是啊 你有没有觉得 我们特别有缘分呢 缘分 亲爱的 有一些缘分 还是要小心得好 道德败坏 损人利己的这些事情 你口中 玉树凌空的雷达先生 全都能够做得出来的 你看他 表面光鲜亮丽 是不是 实际背底的内心 极其的阴暗可恶 为了一点小利益 就出卖职业操守的 这些事情 我亲眼所见 垃圾 人渣 这些词都不足以形容 他的万分之一 今天我忙 改天啊 我慢慢跟你说 这个人的故事 我是三天三夜 我都说不完 你自己小心一点啊 我先去忙了 哎唐小姐 我我跟他有点误会 他净胡说八道的 哎你不坐一会了吗 不必了 那我们什么时候再联系 我想以后就不用再联系了 哎 这也不认为 没啥 它是奶瓶啊 这个奶瓶啊 在国外卖的可好了 这可是我们王家生产的 王牌产品 王牌产品 这时间保温呀 看手 但我跟你讲 这个了不起可了不得了啊 他可以啊穿了48小时 透气性绝对强啊 这个啊 它是我们工厂 真正的王牌产品 这是我们王家的王牌产品 孩子还没生出来呢 招什么气 那也没事啊 小孩用不着 大人早晚开场用 你想想呀 这人有单膝祸福 万一有哪天 有个病 有个灾什么的 这不是 不正好配上用场吗 那个各位阿姨叔叔 我来说两句 今天我们相聚在这呢 主要是为了微微和王闯 我们的重心点 还是放在他俩身上 行不行 是啊是啊 是该说说 我们小闯和微微的同事了 我们王家呢 世代经商 这个正所谓 修身齐家 治国平天下 到了我们小闯这儿呢 那虽然是居委会 她也是治国平天下的事呢 没那么严重说 按照我们王家的规矩呢 这个新来的媳妇啊 是要挨客的给长辈端茶敬酒的呀 对对对 不用吧 我省个社会了 想不忍则乱打 什么社会啊 我明叔姐他们家 我真太过分了 抓住 这太过分了 为你要这个 为你要这个形式吗 你终于在这儿拿到的 行 我进 哎 你先给点 我这手吗 看着外外这地方 对呀 不是满地方满懂事的 就是谁呀 很懂事的吧 对 先给奶奶到 哎 先给奶奶到 哎 这才有点难放行的样子吧 好了 好了 这才是我们王家的媳妇嘛 对不对 大叔的 大叔你必须做 行了 最后一个了 最后一个 挨克来挨克来 挨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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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上厕所啊 那你挨克走 挨克走啊 雷达 挨克 你怎么在这 我 那个 我遇着麻烦了 怎么了 今天不是相亲吗 没想到王冲他们家来了这么多人 七大姑八大爷全来了 我是秀才遇上兵有力讲不清的 既然你来了 你可得助我一臂之力啊 这可是你们舍风家长第一次见面 是啊 我帮你把我帮你把这场面搬回来 好 走 我们许家 近代可追溯到 清末名臣 许景城 官居二帖 是李鸿章李大人的得意门生 北洋水师创办的主要人 所以说我们许家不说是豪门子弟 也算是书香门弟 我的干爹 明慧北洋二寺 正式取纪念先祖之一 我干爹 是景海市鸟园所的高级研究员 博士生导师 所以 我们许家的女学 第一 得有一定的社会身份 要么 名门之后 要么是官商贵胄 要在政府部门干 起码也得是副处期 王闯 不知道你是什么级别 我 你怎么说话的你 我还没说完呢 第二 我我们许家的女婿 上德廷堂 下德厨房 小川 怕是风云面你也做不好吧 我跟你讲啊 现在就没有说男人要做家务的呀 工作级别上不去 那还不得在家里好好表现 逆不逆不呀 好了好了 我看咱们就研究研究 这个赔价怎么给 嫁张怎么随吧 对 听亲家奶奶的 咱们都心平气和的呀 讲正事 说正事啊 来 你们看一下啊 这个呢 是我们王家出拟订的啊 你们这个许家呀 要给出的聘礼清单 你们看一下啊 看一下 我跟你们讲啊 这个我们家床买这个房子 那可是我们家付的钱 对吧 对 这个要是和薇薇姑娘结婚的话 那你们是不是应该准备一辆小汽车 作为这个随嫁了 对不对 再说了 小篮口买不买车 那是他们的事情 对吧 但是亲家公我跟你讲啊 这个钱啊 这个钱亲家公你是必须得出的呀 对对对要出的 还有呀 外加这个金银细软 家具家电什么的啊 也都是按照规矩来说 都是你们女方该出的啊 先把我们的事情先说清楚了啊 这个 这些东西嘛 结婚以后啊 那都是夫妻的共同财产 对吧 对 如果说万一有一天离婚了呢 这个东西啊 是要两个人平分的啊 至于这个房产嘛 那是我们王闯啊 结婚之前买的属于婚前财产啊 万一要是离婚的话 这个房子还是我们王家的呀 还没结婚呢 怎么说上离婚了呢 哎呀我们现在提前说清楚 免得以后麻烦 两孩子结婚至于分的那么清楚吗 当然至于了 您是不知道呀 亲家公 现在呀因为这个婚前呢 不把这个事情说清楚的 婚后呢因为这个出问题的 那比比皆是呀 所以呀我觉得咱们还是说清楚的 好你的呢就是你的 我的呢就是我的对吧 我是嫁闺女 不是卖闺女 哎呦 那我们家也是娶媳妇 不是娶累赘呀哎 我刚才跟你说这个是开玩笑的话呀 不算清楚能行吗 大姑 你真的过分了啊 你怎么说话呢这是啊 哎哎哎我跟你讲啊 你现在还没嫁到我们王家多媳妇啊 啊你现在就小姐脾气收不住了 啊敢跟长輩说不是了是吧 什么啊 哇没有人没人 你说的 归女我不嫁了 这些东西啊你们也拿过去吧 你还要什么呢 那奶瓶 黄厂 你用得上 哎什么事都跟家里人说啊 自己根本就没有 独立处理事物的能力 你还是个没长大的孩子 还没断奶呢 你怎么说什么什么呢 就你们这种抗嗦算计 我不同意这门婚事 这这说什么我跟你讲新家公 现在可是我们家台居你们家 二哥 你不要以为我们家小场 非你们家闺女是狗 你得跟这说话怎么 我把话撂在这 你们家孩子想娶我们家闺女 做坊 走 别问啊 我说说说说 说说你别给你 我妈妈 我妈妈 我妈妈妈 哎哎哎 谁给你的传练 你干什么 你别让他撒我们家宣传 多少宣传 你个小干事你逞什么能你在 雷达 你这个阴魂不散的东西 以后离我们家远一点 我们家的人多想害怕你 这是什么干妹妹的事 我我怎么能不管呢 你你们这真是法治社会疯了吧 什么人呢一家子 喘啊喘 这天下好姑娘那么多 你干嘛偏去做他许家的女婿呢 就凭你这条件 咱找一些女儿不敢说 干嘛非要去找一个比你大的 你要找一个比那许薇好的 那不是手拿把钻的事吗 就是呀 这天底下好姑娘多了去了 我为什么要非生这氛围去啊 就是 床二十五给你介绍一个 我就要许薇 就算许薇 比我大一百岁一千岁一万岁 我都要娶他 这这 你 你不凭老人言 这是不是费钱啊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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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